好 再来看到的是民进党这回是真的乱了阵脚吗 再打抗中牌 这是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他就举魔镜的故事 他说如果问问魔镜最想下架 民进党促成蓝白盒的会是谁呢 魔镜会回答中国共产党 现在试图要把国民党还有民众党都打成中共同路人 侯友宜现在就痛批只会抹红 更酸反台独的车赖清德敢上吗 柯文哲现在也反酸 民进党是喊抗中保台 但身体却很诚实 因为立委赵天玲他的亲中舔共 亲跟舔都是动词 汉子 燕子 秃子 三子 合体 支持着高举手板强调不要战争要和平 获宜开轰赖清德这个台独金孙 正式引来战争的火源 我踢了证件他都跟进了 两岸和平的钥匙 我反对台独赖清德赶快来跟进吧 那现在媒体问他任何问题 他一定是批判我 那我要特别跟何友宜市长提醒 他这些批判 这些攻击 其实对他的选情没有任何的帮助 后宜喊话反台独的车赖清德赶上吗 两人隔空互呛赖清德更搬出童话 故事里的魔镜批评中共干预台湾选举 我们大家如果问魔镜 全世界最希望下架民进党的是谁 魔镜一定会跟你回答 中国共产党 那如果你在问魔镜 说最希望蓝白盒的是谁 答案也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难道全国的六成名誉 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不要老是说 中共战机来 我们要迎来客机 找出和平创造的好时机 那你老是抹红别人 然后用嘴巴做挑衅式的 有意义吗 就在蓝白盒进入政党协商的前夕 赖清德左轰侯友宜又打柯文哲 要把对手打成中共同路人 熟悉的这张牌果然来了 今天如果让徐秋英女士进入国会的话 一旦跟国民党的马文君合作 哇那台湾的国家安全就危险了 文静党虽然说嘴巴很抗中 他们常常嘴巴讲一套 生理很诚实 人家说亲中 他那个亲真的是冻子 舔共他的舔也是冻子 柯文哲话说的酸溜溜 反呆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委赵天龄 外域陆籍女子才是真正的亲中舔共 民党选前一无忌王想抹红打抗中牌 赖清德台独不敢再说 糟炮轰难道又想骗百姓选票 接着郭先生 张之涵台北报导 现在蓝白河感觉有一个还不错的开场 那是不是赖清德也开始有点紧张了呢 因为我们回过头来看 他这几次的荒谬发言 让非常多的网友都怒了 好原因就是呢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片段 就是说被问到说 是不是最希望蓝白河的到底是谁呢 赖清德居然说是中国共产党 好 不过这样的说法 让侯友宜跟柯文哲都觉得 好像又在这样子歧视言论 而且要试图抹红别人了吧 侯友宜怎么说呢 说民进党又在抹红别人 难怪全国的六成民意 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因为有六成的民意 都是很希望蓝白河可以下架民进党的 另外柯文哲的部分呢 他说民进党是说抗中保台 但是身体是亲中舔共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他举的是立委赵天龄的例子 他说这个亲跟舔都是动词 好 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民调 这是由YT频道 Arden生活家网络民调 被问到说赖清德说 最希望下架民进党的是 中国共产党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来调查一下到底是谁 希望可以下架民进党呢 好 看一看是有86%的民众 都是台湾人民 是希望可以下架民进党的 那另外呢7%才是中国共产党吧 那2%是民众党 4%是国民党 好 来看到就是媒体的吴子佳他的分析 他说如果现在选上赖清德当总统的话 2027年的解放军就可能会动手了吧 这个事情美国人当然不愿意发生啊 所以才会到对侯友宜比较友善 也是一个安全法的准备哦 好 不过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 选举之前完全都没有参加的 今年突然参加了 也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选举的时候被迫表态 或者是一定要来这边打卡一下呢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有一场同志游行 好 其实来看到的是 前几年赖清德完全没有参加 只有在今年终于参加了 来这个批上这个是围巾 是象征彩虹同志的围巾 然后跟一些同志团体的人士 来拍照打卡 是不是也是反映出 赖清德好像有点急了呢 要在这种场合来露面一下 好 同时间呢 现在有一个粉砖 这是谁把绿色变成恶心颜色的粉砖 就PO出了赖清德 过去他还担任行政院长的 一个争议性发言哦 当时我们带你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是写什么呢 好 写赖清德冒号 就是赖清德说 艾滋病的主因主要是 男男同性恋 好 其实呢 整段影片我是有看过 这绝对不是一个梗图 这是的确 他是这样子发言 这是在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说的这一句话 现在也被截图出来了 那在对比之下 好 到了今年 才终于去参加这个同志游行 前几年完全没有参加 对比过去的这个歧视言论 好 当然现在这个粉砖 谁把绿色变成恶心的颜色就说 这就是民进党本色出演吧 为了要争权夺利 那你需要演个戏的时候 就会上街头吗 好 我们想要请教永平姐 这个从赖清德 他现在这个言论好像 听起来是不是没有经过 缜密的一些思考呢 就是把大家通通抹红 抗中宝台这样一招就对了 另外还有看到的是 过去他这个歧视言论也被翻出来 那在选举紧要关头的时候 才去参加同志大游行 前几年完全都没有到场力挺的 只有今年才有力挺 现在他的策略是不是看起来有些急了呢 是赖清德其实如果不是这个 非绿阵营在野阵营的大分裂 其实赖清德他的选战 选举到今天可以说乏善可成 不但事情没有往上涨 他的声势其实是一直在下滑的 何况呢他旁边的人 他很依赖的一些人 民进党的重量级人士 一直纷纷的出包 就是各种问题 大家不要小看赵天霖这个事件 因为赵天霖这个 中国大陆的女友 他呢还被邱逸爆料说呢 是这个算是在叶总会认识的 那这种问题其实就来了 因为赵天霖呢 他常年是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可以说接触到非常多的国家机密 那结果你去跟一个在风月场所认得的 陆籍女子呢纠缠不清 可以说长达十年 还跟他约在国外这样密集的见面 你难道不会担心说 这个就是一个情报战美人气吗 这个民进党整天就连一些 这个网路很单纯的言论都去讲说 这就是中共什么背后潜伏的共谍 在搞认知作战什么什么的 结果你自己的国防委员会 就直接被这个在风月场所工作的女性 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做工作启示 而是说他在这种场所会遇到的女性 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在情报战中最容易被侵入的 这个女性做间谍的 这个大家看世界各国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我们真的要讲 民进党花那么大力气 去打马温军这样那样的话 看起来都空包弹 可是一个赵天林就把民进党 在整个国安问题这个事情上面 僵了军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会失言 他心里先乱了方寸 然后他会失言 实在是像赵天林这种问题 实在是对他们打击损害很大 而且这个损害还会有后续的这个后座力的发展 那他说这个最希望蓝白河的人 最希望下架民进党的人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对于台湾的六成民意 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侮辱 也羞辱 那某个程度来讲 也可以说是赖清德很大的失言 所以他会造成网路很大的反弹 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那至于说他去参加同志游行 我个人是觉得说从赖清德一路走来 他的观点跟他的立场 还有他的背后支持者 真的太矫情了 那我说的矫情是比较文雅的用法 那网路就直接讲 把绿色变成恶心的颜色 真的是这已经不是用双重标准可以形容了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除了说大家翻出来赖清德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对同志 特别是男同性恋者 有非常严重的启示性言论 赖清德他背后最大的台独给他的支持的力量 有一个力量一支是这个长老教会 那大家知道这个长老教会是极度反同的组织 而且在反对同性恋的事情上面 他们出钱出力各种重大的意识形态 甚至对很多民进党级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都进行非常大的施压 那相对于蔡英文 蔡英文并没有那么亲长老教会 她也不是真的完全靠台独基本教育派起家的 所以特别是蔡英文 她本身的过去很多的经验经历 你还可以说她支持同志应该是真心的 可是赖清德绝对是假意 那你现在为了要选票 你觉得说糟糕不行了 我年轻票很少 我如果再不争取同志票 我就完了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应该诚恳的面对同志 知道说我能够体谅 你同志作为弱势团体的辛苦 那我修正我过去的言论 我也对我过去不当的歧视的言论 你起码也要表示一点歉意 你不能够说需要他们的时候 你就挂一个彩虹围巾 跑到那边去蹭人家的造势热度 然后翻一个脸 又去要对你的金主 对你的支持者不能交代的时候 又去讲出很歧视同志的言论 我觉得这样子两面的做法 不止矫情 我也必须同意网路网友的看法 我觉得真的蛮恶心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